心灵回收站爱的港湾 那一天,她放了学,像往常一样窜进路边的小卖部,凉沙好汉一样大吼一声,沈子泡泡糖。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回答她。李莉觉得奇怪,这个时候,沈子能去哪里呢? 所有人都知道,沈子好福气,她的丈夫心疼她身子弱,从不让她下地干农活,而是只在家里守着铺子,做做饭,洗洗衣。即便像现在忙得要死的卖收时节,也不用她顶着烈日去割卖。 李莉站在小卖部门口,目光在狭小紧促的空间里穿梭。她像一尾鱼,划过一摞塑料封皮的日记本,划过整捆的彩色铅笔,划过墙角扁扁的盐袋子,最终划向货架旁边那扇半开的,油漆剥落的木门。 好像有什么东西推散着李莉,她抬起脚,向前走,推开了那扇门。 门里的世界让人惊艳,地面有竹扫帚划过的细细痕迹,是刚打扫的样子。 各种农具放置得整齐利落,一看他们的主人,就有随手把东西放回原味的好习惯。 一颗挂满,金黄杏子的老杏树向一位丰满少妇,亭亭玉丽地站在墙角,杏子酸甜辛香的味道充满整个院落。 李莉贪婪地嗅了嗅,心底是满满的清凉舒适。 这个院落处处显示着一种精神上的有序和风盈,和她家杂乱无章的小院有着天差地别。 忽然,一声泪似猫叫的呢喃传入李莉的耳膜。 李莉平住呼吸,凝神静听了一会儿,最终在那忽高忽的的声音里,落荒而逃。 第二年,沈子生了个女儿,母亲叙道着问李莉去不去喝满月酒。 李莉摇摇头,又点点头。 心里的疑问实在折磨人,必须眼见为实才能死心。 还是那个院落,美好的像人间仙境,不因人多口杂而杂乱一分。 李莉穿越汹涌人群,跑到房间里去看那个新生的孩子。 孩子的脸白嫩细腻,眼睛又细又长,和他母亲一模一样。 孩子的二脚趾同样比其他的长出一大截,也和他母亲一模一样。 李莉擦掉额头细密的汗珠,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不料,下一秒,李莉忽然如遭电击。 那个孩子长着一对细长稀疏的眉毛,没封处,有几根眉毛转着圈地生长,长成了一个小小的漩涡,像一口幽景,瞬间把它拉入十八层地狱。 李莉鬼使神拆在孩子的脸庞上狠狠捏了一把,孩子,哇,一下哭出了声。 母亲骂一句小死妮子,扬起手来,就要打。 盘腿坐在床边的女人眼光伶俐地看了一眼李莉,嘴里打着圆场, 哎呀,嫂子,可别打,小孩子嘛,手没轻没重的,和她计较什么。 李莉嫌恶地瞪一眼那个女人,转身跑了出去。 此后,李莉的生活忽然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不过蹦出来的不是惊喜,而是惊吓,一个接着一个。 今天,东街的赵嫂子手指一个不知谁家的拉里拉他的孩子对着李莉挤眉眼, 看,那是你弟弟。 明天,西街大他三岁的同学哥哥忽然附在他耳边故作神秘, 你知道你爸在哪里吗? 呵呵,在你燕红姐家呢? 后天,李莉和小伙伴跑步比赛,明明是小伙伴输了, 她还跺着脚大哭, 哼,别以为你兄弟姐妹多,我就怕你。 涛涛和我玩得最好了,她肯定不会向着你。 李莉像一只手电筒强光照射下的小兽,上蹿下跳, 却总是逃不出那个可恶丑陋的,或许早已存在的光圈。 李莉的父亲李茂开了个石子厂,雇了几个工人砸石头, 还有一台专门的碎石机器, 磨好的碎石送到城里更大的石子厂做地砖。 因为十里八乡只有她一家石子厂, 她赚得盆满钵满,是妥妥的村籍首富。 但李莉还是义无反顾退学了, 她受够了这种满大街都是兄弟姐妹的日子。 十五岁的她跟着村里一个姐姐去电子厂打工, 只在过年时回一次家看望母亲。 二十岁后,她还改了名字, 把李莉改成了李黎,赤裸裸表达着她决烈的心。 她在工作上非常努力, 闲暇时还不断学习提升自己, 跳了好几次槽,辗转好几个行业, 后来在一个公司做销售, 经济逐渐好转。 她还谈恋爱,一场又一场, 花男人的钱,吃男人的饭,收男人的礼物, 但坚决不让男人碰,最多只是牵牵手。 久而久之,她的不良名声传遍江湖。 没有一个媒婆愿意登她家的门, 没有一个好男人正眼看她, 也没有一个女孩子和她做朋友。 过年回家的时候, 李茂举起粗糙的大手扇在她的脸上, 她的半边脸立马红肿起来。 母亲慌忙来拉丈夫的胳膊, 转头又抹着眼泪, 戳着李黎的额头,连连追问为什么。 李黎咬紧牙关,一个字也不说。 她能说什么呢? 说上梁不正下梁外, 说她蓄意报复, 说她心里有鬼, 只要男人一动手动脚, 愤怒,耻辱, 厌恶, 各种感觉汹涌而来, 似颇天大浪, 要把她吞没。 李茂自大又强势, 父爱稀薄, 断然不会承认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 更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给女儿的心理带来了多么负面的影响。 母亲懦弱又保守, 自己受了男人的气都不敢吱声, 又能为女儿做些什么呢? 或许只会说一句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吧。 所以,李茂越来越少地回家了, 遇到秦峰, 完全是个偶然。 彼时, 李茂已经快三十岁, 外表放荡不羁, 内心生无可恋, 不昏的念头根深蒂固, 走在街上, 都自带怪物的气场。 秦峰却忽然闯入她的世界。 李茂在网上订了台空调, 秦峰是安装员, 两个安装员, 一个标形大汉向李葵, 另一个就是秦峰, 面旁白净, 眼神从容, 与上一个有天壤之别。 李茂觉得好奇, 忍不住多打亮了几眼, 不成想, 她似乎后背长眼, 一边摆弄着手里的钉子螺丝, 一边笑得灿烂, 怎么, 看我像地主家的傻儿子。 李茂扑的一声笑了出来, 心里好像裂开了一道缝, 又微风嘻嘻嘶嘶地吹了进来。 如此, 渐渐熟悉起来, 微信聊天, 一起打游戏, 一起短途旅行, 都成了彼此生活的一部分。 而让李茂特别流连忘返的是, 秦峰做得一手好菜, 不管是最平常的酸辣土豆丝, 小葱拌豆腐, 还是重口味的麻辣水煮鱼, 滋然羊肉串, 都不费吹灰之力, 手道擒来。 那天秦峰做了一桌子好菜, 邀请了几个朋友, 还有李黎。 李黎一边喝着碗里鲜香的鱼汤, 一边屁腻着呲牙咧嘴的秦峰, 忍不住想, 这人莫不是个傻子吧? 面对这么挑剔的自己, 和一帮好吃懒做的朋友, 他烟熏火辽, 马不停蹄做了一桌满汉全席, 竟然还笑嘻嘻的, 不是傻子是傻。 饭局结束, 李黎悄悄把秦峰拉到一边, 小声叮嘱, 下次不准买羊肉了, 多贵呢? 让他们买。 你只负责做, 我只负责带大葱。 秦峰伸出一双大手, 扣住李黎的脑袋, 像扣住一支篮球, 爽朗一笑, 知道了。 大半年后的一天, 燥热退去的夏夜里, 秦峰忽然向李黎告白, 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湖面, 李黎顿时慌乱起来, 他似真似假恋爱过很多次, 秦峰的一句, 喜欢却让他如临大敌, 手心里都冒了汗。 他一边喝酒, 一边跟他讲了他的过往, 他的家庭, 他这么多年的心事。 他说, 你还想跟我好吗? 秦峰却笃定地握住他的手, 眼神里是满满心疼, 我们半斤八两, 特别配啊。 你相信吗? 我比你更惨。 李黎瞪大了眼睛, 原来, 秦峰的父亲和李茂不相上下, 亦是个风流成性的人物。 秦峰的母亲专情又偏执, 一气之下, 喝农药自杀, 丢下了彼时刚刚六岁的秦峰。 秦峰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却吃少喝, 受尽七五, 艰难成长, 初中刚上完, 就出来打工了。 而后来, 他父亲因为误伤了一个死缠烂打的女人, 锒铛入狱, 现在还在吃牢饭。 他早没有家了, 没有父也没有母。 李黎定定地看着秦峰, 眼睛湿润, 他完全没想到眼前这个温暖的男人, 竟然过得比他还艰辛。 秦峰擦了擦眼角, 转头又笑盈盈地问, 听了我的故事, 有何感想? 李黎挤出笑脸答, 知道你过得比我还惨, 我就心里平衡了。 秦峰哈哈一笑, 不错, 不错, 如此可教也。 李黎压抑住心头涌动, 忍不住追问, 你都不难过吗? 秦峰轻笑道, 难过呀, 别活成你讨厌的人的样子就好了呀。 一语惊醒梦中人, 李黎像被点注雅学一般哑口无言, 他因为父亲的过错自暴自弃, 还不如一个操老爷们活得透彻, 这么多年简直白活了。 第二年, 春风四月, 李黎已是准新娘和准妈妈的双重身份了。 此时, 她端坐铺满大红洗背的床头, 人比花椒, 老屋外忽然锣鼓喧天, 人声鼎沸, 是秦峰来接亲了。 李黎从床头一跃而起,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越过几个或真或假的妹妹组成的伴娘团, 打开房门, 一声令下, 老公, 不要给他们红包, 给我。 秦峰隔着澎湃人群, 回应得干脆利落, 天衣无缝, 收到, 老婆。 众人哄堂大笑, 历历感慨万千。 人生就是如此不公平, 父母与孩子之间也暗流涌动。 父母的恶行只需一念之间, 孩子的自我救赎却难如上青天。 而人生有时又特别公平, 在他人生的至暗时刻, 幸运地遇到了秦峰。 一个出生于比他悲惨的原生家庭, 却依然活得清醒, 勇敢的男人。 他理解他所有的痛恨悲喜, 抚平他所有的暗窗, 给了他一个全新的视角, 让他看见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人生棋局, 错综复杂。 有时错的, 不仅是命运和原生家庭, 也是站在淤泥里, 过足不前, 过分认真执拗拗的傻孩子。 李黎身穿洁白婚纱, 踏着精致的, 闪闪发亮的细高跟鞋, 昂首阔步走在底部不满坚硬粗糙, 小石子的红毯上。 他想, 即便他和秦峰, 一个是惹人烦的销售, 一个是靠苦力和技术的空调安装员, 但他们有点小存款, 又套付了首付的小房子, 还有肚里的小孩子, 也能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 寻得一处安身立命之所了。 他们都曾千疮百孔, 也都久病成一, 他们都是好孩子, 他们都很勇敢, 只要相依相靠好好经营生活, 未来一定会幸福的, 不是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